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期视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样使用剪映来制作出双排的卡拉OK歌词字幕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打开剪映APP 然后点击加号 添加一段带有背景音乐的视频 点击添加 接下来直接点击底部的文字 选择识别歌词 点击开始识别 现在已经识别完了 但是里面的歌词 错别字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去修改一下 点亮第一句歌词 然后在预览窗口中 双击这个文字 这样就进入到了修改界面 点击这个文本框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的错别字修正过来 点击第二句 点击第二句 修改完文字以后 接下来下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文字样式 比如这些字体 还有文字外观 以及下面的描边阴影等等 大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效果去选择 我这里就随便选择一个外观就可以了 调整好之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我们回到第一句歌词 然后点亮它 点击底部的样式 在这里面把这个勾勾去掉 点击对号确定 然后我们把这一句歌词 把它位置调整一下 接着点击底部的复制 把这一句歌词复制一句 然后把复制的歌词 把它的开头位置 对齐第一句歌词的结尾处 简映里面这个辅助功能非常好 就是当它对齐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震动的反馈 对齐以后 然后结尾处对齐 第二句歌词的结尾处 接下来点击第二句歌词 同样的点击底部的复制 把复制的歌词往左边投动 开头位置对齐第一句歌词的开头位置 然后把它的结尾处对齐第二句歌词的开头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按照刚刚的方法 我们点亮第三句歌词 首先把它的位置移动到左边 点击底部的复制 把它往右边拖动 开头位置与第三句歌词的结尾处对齐 结尾处与第四句歌词的结尾处对齐 接着点击第四句歌词 先把它的位置调整到下面靠右一点 先把它的位置调整到下面靠右一点 移动位置的时候最好找一个参照 大概的一致 点击底部的复制 把它往左边拖动 对齐第三句歌词的开头位置 结尾处与第四句歌词的开头位置对齐 按照这样的方法都对齐以后 接下来我们点亮第一句歌词 然后在底部的工具栏中 往左边拖动 拖动到最后面 点击动画 在右场动画里面 选择卡拉OK模式 下面的时长不用调 调到最长就可以了 底部可以选择颜色 调整好之后点击对号 因为剪映软件里面 暂时没有把动画 一键应用到所有的歌词上面 所以我们需要手动的 把每一句歌词添加一个动画 我们只需要把第一层的歌词 添加动画就可以了 第二第三层的歌词就不用管 给第一层的歌词添加完动画以后 我们再来给第二层的歌词 添加一种颜色 大家看一下 当指针移动到第二层的第一句歌词的时候 上面的颜色变回了黄色 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点亮它 然后点击底部的样式 把它调成蓝色 点击确定 继续往右 然后把第二层的歌词 把它调成蓝色 这样就可以了 到这里 双行的卡拉OK歌词字幕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最后我们点击播放 预览一下最终的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评论 受伤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